这个Power A 这个Fusion Pro 3 摇杆的舒服程度应该跟原厂是一模一样 因为它的形状几乎就是一模一样 可能就是一模一样吧 看起来稍微有点不一样 这个Fusion Pro 3 Power A的摇杆 这个Power A的摇杆 摸起来的 这个Power A的摇杆 整个 这Power A的摇杆 完 这个Power A的摇杆肯定是 这个Power A的摇杆舒服程度应该是没有什么 这个Power A的摇杆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 摸起来整个感觉 就跟原厂的摇杆几乎是一模一样 它稍微这边薄了一点点 但是整个拿起来就是一样舒服 不会有什么它的形状又改 然后又变得不太人体工学之类的 那这个Power A的摇杆膜 这Power A的摇杆摸起来在手上就是非常舒服 它的形状几乎跟原厂的摇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它也是就是被官方原厂认证的一个摇杆 所以它这个Power A的摇杆 也在原厂Microsoft的官网有贩售 所以就是一个品质有保障的一个概念 就是原厂认证的一个 嗯 好啊 这个Power A的摇杆摸起 这Power A的摇杆拿在手上跟摸起来 摸起来整个完全都跟原厂的摇杆几乎一模一样 它的形状也几乎一模一样 所有东西都一模一样 因为它还有 这个Power A的摇杆 那它 这个Power A的摇杆完全 它的形状啊 它的整个操作跟我们原厂的摇杆几乎是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舒服成 这整个Power A的摇杆舒服程度跟原厂的摇杆应该是几乎是一模一样 它的形状几乎是一模一样吧 对啊 所以整个不会有什么 它的形状又改了 然后不一样的 这个Power A的整体拿在手上的手感 它跟原厂的摇杆几乎是一模一样啊 所以你喜欢原厂的摇杆这种很舒服的摇杆 那这个Power A肯定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整体拿在手上 这Power A摇杆整体拿在手上的感觉就是一个舒服的概念啊 它因为这整个Power A的摇杆拿在手上的感觉真的是没有什么话说 因为它真的长得跟原厂的摇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它也被原厂官方有认证 所以你这个Power A的摇杆也可以在原厂Microsoft的商店里面可以买到这个摇杆 就是原厂有认证的优质摇杆 就没有什么话说就是该有了都有 还有多一些音量键啊 触发深度跟我们自定一按键完美的摇杆 到底 请看 拜托 立即 逊 就可以 也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Power 8Fusion Pro 3摇杆的开箱分享测试影片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Power 8Fusion Pro 3跟我们原厂摇杆的分享测试影片 当然喜欢这个影片按个赞 大家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开箱影片的playlist 请订阅一下我的名字是Kyewon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